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环球点评 我是陈海文 美国之音报道 澳洲安全情报组织总监白吉斯 不点名指出 外国干预以及系间谍活动 为澳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程度超越冷战时期 有在野党国会议员 要求政府指明中国 是干预澳洲事务的主要势力 报道提到白吉斯在坎培拉演讲 直指外国的潜伏间谍 已经在澳洲殖根多年 外国间谍建立复杂的乡客基础设施 更加说部分访澳洲的科学家和学者 为秘密收集情报而融入大学生活 除了间谍活动 白吉斯也谈及右翼恐怖主义 近年在全国蔓延 指申纳水主义成为国家的一大威胁 极右翼分子定期集会向纳水致敬 马来西亚政坛权斗家剧 总理马哈德尔 今个月24日请辞 获国家元首阿都拉委任为看守总理 马来西亚东方网报道 有传执政希望联盟 有政客更日想和毛统合作 架空人民公正党领袖 前副总理安华 马哈德尔是因为不想和毛统合作才决定辞职 另外有消息指 阿都拉或者需要10日 才确认由哪一个政党继续执政 报道提到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说 该党全力支持马哈德尔续任总理 又指人民公正党 前处理主席阿滋敏等人背信弃义 而被指是叛徒的阿滋敏发声明否认指控 指他和其他10个党员退党 是为了阻止向马哈德尔逼供的阴谋 他不点名批评 在总理任期未完之前 就要求对方退位让言的人才是叛徒 彭博报道 对于大型企业而言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产生全球性影响 报道引述曼斯达以及美国联合航空警告指 由于疫情从中国湖北省 向其他地方大面积蔓延 公司销售和利润受到损害 美国信用卡网络曼斯达 下调他们的收入成长预测 夜总部位于芝加哥的联合航空 就索性放弃了2020年的利润目标 除了疫情蔓延 全球供应链都受到影响 在中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 以及全球工厂 制造工厂已经关闭 甚至一些大城市处于封锁状态 破坏了生活用品类企业的生产 物流和销售 东方日报报道 新冠肺炎爆发地武汉市封城超过一个月 东方报业集团倡议派包机 接载滞留湖北的港人寡若虎如回家 港府终于在72小时后迅速回应 决定派出包机 并由入境处处长曾国慧亲自参与 先行撤离450个身处武汉的港人 包括紧急个案 例如是孕苦 严重病患 以及是应该民憑市考生 也有望坐手帮包机回香港 回港人士必须要入住检疫中心14天 至于其他湖北省的港人 就要逐步作出安排 港府未有透露首批包机何时起行 说仍然需要和湖北省政府商讨 又说现时单位在武汉市的港人 已经分布在多个地点 需要研究交通配套 以及减少交叉感染 具体日子未定 驻武汉办事处已经开始 和当地政府讨论行动的细节 东方日报证论也提到 东方报业集团连日提出 派包机接走滞留的港人 但是港府不踢不动 幸好在重要关头及时重线 昨天埃曼终于作出积极回应 表示已经和内地部门联系 会派出最少一个包机 到湖北接载滞留港人 文章提到 希望政府再现起行 尽快实践包机安排 当中牵涉武汉开放关卡细节 接载散落在各处的港人交通安排 右线次序 以及是检疫隔离问题 回港之路仍然是困难重重 疫症蔓延远迅速 救人刻不容缓 不像处理钻石公主号事件般拖拉 从疫轮回来的港客纷纷出现确诊 此一秒救人 多一分空险 环球时报的评论文章指出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正在南韩等几个国家扩散 目前几个疫情严重的国家 实际对外输出疫情的风险 已经大大超过中国 由于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太快 又有一个较长的潜伏期 根据当前的情况来设计应对策略是危险的 相关的国家一定要将实际疫情 想得被今天显现出来的严重 才能够确保站到疫情的前面 对它进行坚决的围堵 文章指出 湖北省虽然仍然有较多的新增病例 但它是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 各地的防控体系原备而有效 在湖北以外地区 被感染的概率正是变得越来越少 武汉已经封城一个月了 在新冠病毒面前 人类绝对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需要攀手打赢这一场战争 《中国时报》的评论文章指出 经济不能只看GDP 统计数据也看不出市民的实际生活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下 与市民生活关系最紧密的餐饮、 铝宿、零售、运输等等的低端服务业 因为国外观光客指报 台湾民众旅游和外出消费减少 而受到重創 经济萎缩的连锁效应 很快就冲击中下阶层民众的生活 政府在社会不景气的时候 不要看到统计数据 只是有小数点或者个位数的变化 就认为不重要 文章建议 或者台湾当局 调整税制来增加政府的税收 或者调整财政支出比重 调出更多资源来强化市民经济行业的竞争力 大选刚刚过了 没有选举压力的时候 正是调整政策的最佳时期 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收听